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发射一股电波能量 不但会返回自身 也会投影显现不良 黑暗的影像 使自己命运坎坷 前途黑暗 我们且先别埋怨自己命运坎坷 先检讨自己是不是有很多负面的心念 光是埋怨这一念 就已是一股黑暗的电波了 有很多好人 因为自己做得好 就会觉得别人做得不好 心生不满 这不满就是一个不好的心念 又因为想做好 也就很怕做不好 这怕也是个阴暗的心念 或许因为自己很负责 所以心中常怪别人不够负责 这怪与埋怨都是负面的心念 或许自己很热心助人 所以也会怪别人 批评别人不热心 不助人 这批评也是一股称怪的黑暗波 我们仔细反省自己 常常会发现 我们在做好人 做好事之中 夹杂了很多黑暗的心念 发射了很多干扰波 这就是我们命运坎坷的重要因素 我们如果想拥有幸福的影像 美好的生活 必须要发射美好光明的心念波 才能如愿以偿 显影出美好光明的世界和人世 有人就怀疑 问 比如我的心很希望考上某某学校 但是为什么结果 却没有显现考上的事实影像呢 当我们很希望考上的时候 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心态 一是很希望考上 但又很怕很担心会考不上 这样所发出的其实是 怕和担心的负面电波 当然很难显出正面的影像 二是希望考上 但心惶惶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这发出的是没有信心 没有把握的负面电波 当然也很难显出正面的影像 三是希望考上之后 能得到种种私欲的满足 比如被称赞了 得奖了 觉得高人一等了 以后财力收入高了 表现我家教育优秀了 这发出的是贪心的黑暗电波 当然很难有光明影像 四是希望考上扬眉吐气 表现我赢过某人 或不输给某人 这发出的是真强好胜的黑暗电波 也就是焦慢心 五是希望考上 同时也认为我这个人一向很棒 比别人聪明很多 考上有什么问题吗 这虽然有信心 但带了些自以为了不起的焦慢 优越感 也是含有黑暗的电波的 六是我希望我能考上 但是我的成绩实在太差了 不可能考上的 这是肯定自己一定会考不上的 沮丧黑暗电波 七是希望我考上 就心无杂念 很单纯的用功 设法使愿望和实行相应 尽心用功到有把握 自然会发出真实有把握的信心电波 由上可知 我们虽然有某种心愿 但发出心念电波很复杂 紊乱 不必要的杂念很多 所以会干扰影像 使现象和我们的心愿不能相应 就是事与愿违 当我们事与愿违时 就要好好检讨自己的心念 是不是我们曾发出了很多负面黑暗的电波呢 既然心念的电波这么重要 那么该发射什么样的电波 才能有最美好吉祥的影像呢 才能使发射当下快乐 未来影像也快乐呢 就是念佛 只有念佛必定从乐入乐 因为佛是至真至善至美的觉悟者 是潜能全然发挥开显的意思 也是快乐无忧的智慧者 所以发出念佛的心念电波 就是发出最真善美的一念 会感应最光明 最清净 真善美的影像 让我们由一念 便无限美好 感谢观看